家庭版泡菜做法 泡一晚上就能吃 酸辣微甜口感爽脆 特别开胃 首先把盆倒入一大瓶雪碧里 用雪碧做泡菜 不仅口感爽脆 还更容易保存 再倒入白萝卜 黄瓜条和胡萝卜条 再把树上摘的包菜撕成块 加点姜蒜 小米辣 一碗泡椒和泡椒水 一小碗白醋 十几颗冰糖 搅拌均匀 我每天都会分享做菜小技巧 做法简单又详细 你可以点个关注 下次不会做的时候随时都能找到我 这个万能的泡菜水 记得收藏保存 再放进无油无水的罐子里 最后再加两勺食盐 盖上盖子放冰箱冷藏 保存一天就可以开吃 酸辣脆甜特别开胃 想吃你也回家做起来吧